吉安湘工所第一次向行政院圆明会争取到 原住民族部落范围土地调查以及画设计划 并以七角川西部落作为示范 14号的上午是在湘工所的清明堂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乡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依照调查的计划作为乡镇推展的方向 并且和部落共同群根来附赠原住民文化 吉安湘工所首次向行政院圆明会争取原住民族部落范围土地调查及画设计划 以七角川部落作为示范 首次由部落族人制作文史报告 并将传统领域画设的成果 透过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的设计 以AR虚拟实境方式进入七角川部落的传统领域中 也让使用AR的部落相亲生力其境称赞不已 觉得怎么样 班的很好 班的很好 很好喔 对 怎么样很好吗 南北西都一块山里那个 又那个头是掉的头 还有呢 南方是大家要去工作 计划它的用意是希望学校的学生 他能够在所学应用到地方 让他能够对这个土地产生一点情感 一向重视原住民议题的吉安乡长刘淑珍 不仅亲子参与 也邀请部落头目 齐老青年干部与族人一同参加 乡名代表于振华也到场关心 这一次计划成果 乡长刘淑珍表示 未来会依循调查计划 作为乡镇推展的方向 并与部落共同寻根 附赠圆明文化 这样子的资料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能够非常地了解我们的传统人 好 我们都会往那 然后来作为一个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这里 再一次谢谢大家 我相信我们吉安乡公所 会继续的努力 刘淑珍最后强调 吉安乡公所一定用最大的能量 支持原住民族发展部落事物 让文化代代传承 让故事代代流传 记者刘明胜 我们下期节安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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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